每年秋天的设计界盛事 同时也是全球三大设计师周之一的 东京设计师周 10月底开幕 由来自建筑、时装 到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 一共20个领域的设计师们 展示了他们的最新作品 一起到现场看看 今年的东京设计师周 从上礼拜起为期10天 在东京的明智神工外院开展 这次的出展内容 从建筑、室内设计、时装 还有各式各样的发明 光是设计种类就有20种 还有来自各个大学 设计相关科系的学生参展 快速移动的物体 呈现动画视觉效果 象征一件设计作品 从出行到完成的全过程 现代人时刻不离手的手机 也成了艺术品 还有这个 在黄色灯笼 重要上的日式风格旋转木马 将生活中的熟悉物品 经过设计巧思后再造 可说是今年设计师周的最大部分 还可以看到不少外国设计师的身影 凭着喜爱旅行的理念 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 做出这款可拆解的鞋子 在建筑模型展区 集合了出自日本建筑大师之手的提案 有为了在小小的东京土地上 结省空间 盒状且多楼梯的房子 曾操刀台北文创大楼的建筑师 伊东李雄 设计出与周边森林景观 相应的体育场 这次共有来自日本国内的51所大学参展 许多学生的作品 结合了趣味与充满新意的点子 还有一整列货归屋设计作品 可让参观者亲自体验 身为亚洲最大的创意城市 东京设计师州与米兰 伦敦名列国际三大设计师州 如今已是每年秋天设计界的盛宴 新唐人记者刘诗勇宁 日本东京报道 支持吴建筑师 孟大设计 本京设计